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秉兰 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么昨天晚上呢 这个解放军公布了 一起这个陆基中段导弹拦截系统的这个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是非常的这个成功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2010年就已经掌握了这样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而且是在深夜 由国防部自己来报道这件事情 其中的这个政治意味是非常浓的 因为在这之前 美国的一位司令员 他是指出 美国有可能要和中俄打核大战 包括拿台海问题来讲 如果说解放军怎么怎么样 要解放台湾或者怎么的 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 那么美国有必要和中国打核大战 他是这种一种核讹诈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中国进行这个威慑 那么他的话音还没落 这个嘴巴上这个唾沫星子 刚在空气中在飞舞 还没有这个落到地上呢 中国紧接着就进行了这个实验 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实验过程 那么看来看这个图 是在这个山西太原这边发射 这颗试验的这颗弹道导弹 应该是周游洲际弹道导弹 这颗试验弹 然后是在新疆的上空 把这颗导弹给打下来 是不是这个红旗19 传说中的红旗19在干这个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目前我们都听说过 中国有一个叫红旗19的 这个拦截系统 防空导弹系统 那么这个导弹系统呢 美国是披露2017年 这款导弹系统进入到这个 战斗值班状态当中去了 战备 战备的过程也是保密 我跟各位讲 中国的这个反导系统 它的这个保密级别 是非常高的 是达到了 我跟各位科普一下 中国的秘密分为三种 一种叫秘密 这个十年 就是差不多是十年 一种是这个机密 差不多二十年 还有一种叫绝密 差不多三十年 那么有些这种 像类似于国防这一类层别的 像反导系统 弹道导弹技术 这一块是 它是永远肯定是不会公布的 它是属于绝密中的绝密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红旗十九 它的这个 由美国披露 危机百科上面是讲是 十二马赫 那么台湾呢 说是十七马赫 我们也不得而知 它到底是怎么样 是非常神秘的 是中国非常重视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跟各位讲 反导系统 它绝对不是单颗导弹 那么简单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个国防工程 也就是说 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专业做军事呢 我也可以做 但是呢 这不是我讲的重点 我就是用通俗异统的话 来让一些这个 非军事类爱好者 或者是普通的观众 来这个理解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都看过 我就举例子 大家都看过这个日本动漫 肯定大家都看过 长得那么大肯定都看过 它里面不是日本的这种片子 不是战斗都很多的吗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拿举例子 拿全职烈脸来讲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 那它里面不是有一种 叫做光波吗 就是那个叫圆 它称为之圆 那么这个圆 如果说我只有这么大 那说明我的功力不够 那如果我扩展到这么大 范围越大 那么就说明我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是越强大的 功力就越狠的 那么这个圆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一旦敌人 能进入到 比如说我这个圆 是那个探测距离 大概是十公里 那我比你厉害呢 就是二十公里 那么这个范围内 只要有敌人 他进入 任何进出我这个圆的 这些敌人也好 或者是人也好 我都能感觉得到 提前做好防御的这个准备 那对比动漫 我们在这个放到 我们这个反导系统当中来讲 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 那动漫当然是虚构的 一个人他就可以做到很多 这个很多事情 但是呢 反导系统不是 它要由卫星 X波段雷达 包括还有这个超级计算机 要来计算 它的这个弹导 弹导点 飞行轨道 然后呢 还有这个相控阵雷达 等等等等 包括海基的 海上的这个 X波段雷达来监视 包括 那么反导的手段 有陆基 海基 空基 那么 简单的跟大家先来 先来这个说一说 说一说 我等会呢 这个节目大概15分钟 我前段是前段的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一共有多少个事情要干 我跟各位讲 那么一颗导弹在进攻弹发射阶段呢 我们就有红外的预警卫星 红外预警卫星是干嘛的 就是 比如说 美国 我举例子 先不说它海基发射 空基发射 那么 就讲它的这个陆基发射 那么美国主要发射场是 靠近加拿大边境的 这个叫北达克他州 那么南达克他州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总统山 在那边的 对吧 不知道我还知道 川普不是有人把他批到中统山吗 那么 这是南 还有一个叫北达克他州 旁边是蒙大拿州 那么跟加拿大 这边是边境线 那么它的内带是美国最绝密的地方 美国最绝密的地方 你一般性能是进去 它是军事进去 那边就是很多美国导弹发射警 比如说 它要发民兵三号 从那个地方打上来 那打上来以后呢 打上来以后呢 咱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太空中不是很多卫星吗 马上这个叫做红外探测卫星 因为你导弹在飞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 譬如后面点了那个火 这个火 你不是会有一个火光 这样在这走吗 那么我的卫星就锁定它 锁定它以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第二个阶段 就进入到预警的阶段 哦 美国比方在 在这个发射导弹了 我们这边 全部进入到这个 紧张 紧张状状态 预警 然后就开始探测 它在什么位置 接下来就是这个跟踪 啊 跟踪看它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啊 它往哪个地方飞 识别 它这颗是什么型号的 这个导弹 是洲际的 还是这个 啊 比如说是中 中程的这个导弹 啊 我们都要去识别的 它是什么型号的 啊 是 如果说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 我们就能分辨 它大概带多少个分导弹头 或者说 它的末端 的抛物线 末端的这个 啊 呃 运行轨 大概就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那么 识别完以后 就是拦截评估 啊 还有这个 还这个时候呢 又有改进型的预警雷达 就是说 呃 红外叉色雷达之后是预警雷达 以后呢 就是我们要发射这个拦截器 啊 飞行中拦截弹道 呃 拦截 弹 弹通信系统 还有这个 拦截弹发射 拦截后碎片 啊 还有这个海基X波段雷达 啊 还有这个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 啊 这个判断 判断完以后呢 我们就是直接就是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目前 我解放军还有什么 这个拦截的这个发射弹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就现在来讲 红旗 拿红旗19来说 啊 那么我们这么多的 啊 太空军啊 跟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包括这个导 导弹部队 防空导弹部队 我们全部 这个汇总了以后 这个判断时间是很 快速的 你起码是在 十分钟以内啊 啊 十分钟以内 十分钟以内还是属于保守的 肯定是几分钟以内就要进行判断 判断完之后 这一颗明平三 打过来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在我们的 因为 为什么叫中段拦截 因为这个 这个发射叫做 助推器阶段嘛 啊 助推发射阶段 它是这样上来的 上来之后 它会进入到一个 因为弹道导弹 它是走一个弹道点 它是固定的 这样飞行之后 那么在中段飞行的时候呢 它是 关掉这个 这个就是发动机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飞行 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必须在判断 它的这个 飞行轨迹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来 经过超级计算机 一分析之后 告诉你 我们应该打到哪个位置 可以把这个导弹 给拦截下来 那么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 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国防 对军事人才的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专家这个要求 是非常高的 测算出来以后 这就是数学的最高要义了 数学的最高要义了 测算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砰发射 就把它给打掉了 那么这个就是 核盾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核毛 导弹就是核毛 那么我们还要有核盾的发展 那么核盾的发展 目前全球 也就是这个中国 日本跟美国 进行过类似的 这样的训练 那俄罗斯他也有 但是他 我没有看到他在进行 这个中段导弹的 这个拦截系统 俄罗斯是末端的 拦截系统 它是比较比较屌的 但中段的这个 我们还没有看 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有这类似的实验 或者说他是这个 信息是比较绝密的 那么 这个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全球的核盾的 盾 的发展 还是跟不上 核毛的发展 那么美国是最先开始 核盾的这个发展的 那么这个就让中国和俄罗斯 对导弹的这个发展 要发展更强的核毛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美国为了体现自己的这个优势 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要在中国 俄罗斯这边 部署很多的 宙斯顿反导系统 海基的这个反导系统 包括让萨德 进入到韩国 这就是在这个 进攻弹的发射 助推发射的这个过程当中 马上可以进行这个拦截 萨德和他的宙斯顿 都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所以说萨德部署到韩国 中国为什么 把韩国的寒流 冲冲给他禁掉 也要来打击他 因为这个对我国 东北地区发射弹道导弹 影响非常大 在前段 前期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再监视到我们 所以大家想 他说萨德我是监视朝鲜的 怎么可能呢 那是监视我们的 这是监视我们的 特别是中国的北部战区 主要就是干这个事情 那他现在把萨德 部署到我们家门口 包括还有在这个台湾 部署这个相控镇雷达 乐山的相控镇雷达 都是他全球反导系统的 一套组网的一部分 组网的一部分 这样最简单的这个通俗一段话 跟大家讲 大家明白了吧 因为最近有很多网友就跟我讲 哎呀我们得罪谁 我们中国人得罪谁了 你们美国人西方人一天到晚 想把我们给灭了 我现在都很害怕 我说不要害怕 我们国家在核顿的发展 核毛的发展 二次核打击能力上面 我们是非常出色的 那么我跟各位讲 核顿的发展 比核毛的发展 更加是更高层次的东西 不是三叶两语可以解释的清楚 它是很高层次的一个东西 它是关乎这个民族 最强大脑的对决 最强大脑的对决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美国 它要以核讹诈的方式 来搞中国 那么我们赶紧的进行了这种测试 告诉美国 你发射的导弹 我不仅可以拦截 在中段拦截 我们在末端也有本事拦截 那么还有 大家还记得吧 中国的有个核专家 叫 应该是叫谁 三个字姓罗还是姓那个杨 我忘记了 那么 本来我是记得的 我突然间一下 一下子卡克忘了 不好意思 他说过 中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就判断这颗导弹的来源 那么如果说 在这个几分钟之内 我们判定了 美国这个导弹是来自于美国的 那么我们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的东风41 东风31A级 马上就会发射 发射就是沿着 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那个发射场 对吧 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边 我们直接就是发射了 从这个俄罗斯那边 直接就走过去 从那个位置到去 华盛顿是非常近的 直接从那个地方去发射了 或者我们 我们现在一直在建立的 这个南海军事堡垒 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潜出 这个马里亚那海那一带 去进行这个 094 096的这个弹道导弹 核潜艇的发射 发射我们的巨量2 巨量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直接就进攻美国 所以说为什么美国 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这个非常重视南海问题 天天就是吵你南海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看到在台湾西南空域 为什么老是那么多的 我们运八反潜机过去 就是在那里要把美国 看守住巴士海峡的这些核潜艇 给他逼走 给他叫他滚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直接进入太平洋 所以说在地缘政治 和这个军事价值角度上来讲 为什么美国拿出台湾 不肯放 在军事层面 它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说过 军事都是政治的延续 只有说大家现在不发生 乐战的情况之下 谁的核毛更狠 核盾防御系统更厉害 那么大家在兵兵有礼的 这个外交场合 像王毅啊 跟这个什么布林肯 对吧 打的西装 穿的西装 打的领带这个场合 握手 推杯换展之间 签合同的时候 谁的就可以压对方的架 就是到最后就是完成这个东西 所以说 那个美国当时有句话说的 没说 在那些兵兵有礼 绅士淑女的外交场合 背后都有一支庞大的军力的对比 博弈 才有坐下来谈的这个余地 所以说中美现在进行的就是 我说的新冷战军事对抗 就是大家在别苗头 在别苗头 那么我们看到 就在中国 这个点也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在进行 陆基中断反导试验的同时 我们是卡在了美国总统拜登 首次公开发表外交政策的讲话之前 那么发射完以后 我们看到拜登在美国的讲话 他在说什么 说中国是竞争性的 战略竞争的这个对手 但同时也是合作伙伴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他讲俄罗斯是直接批评的 包括跟俄罗斯所谓的这个签署 在延续的新削减进攻型战略武器的这个条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绝对实力把对方给灭掉 那同时 他们又认为 中国目前没有这个实力 可以加入到这个条约当中来 当然我们也不会去加入他 那么原来 这个拜登他为什么要推翻川普 川普他是要退出 川普退出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对付中国 那对付中国 他不仅要有洲际弹道导弹 他还要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那么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比洲际的其实威胁是更大的 更大的 因为他距离短 发射速度更快 而且数量更多 所以他说不是说要在日本啊 在关岛啊 在哪里都要部署这个中程弹道导弹 来吓唬我们吗 所以说拜登认为 这样子搞 也会让美国处于被毁灭的这个阶段当中去 所以说 现在为什么在美国全军展开政治大清洗 要把白油分子全部给他清理掉 尤其是这个核按钮的这一边 这一块啊 是不是 当然了 美国要是发射这个核武器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相关命令 大概有七八道程序要走的 七八道程序要走的 不是说你谁 我啊 现在脑子一热 导弹一眼啪就发射了 台湾的这个管理就不行 所以说为什么 熊三导弹 我说过 熊三导弹 这一颗导弹的发射 一定是台湾内部的 这个我国的这个间谍 在里面进行发射的啊 就是要让大陆看到 台湾这颗熊三飞弹的这个啊 到底实力怎么样啊 他往就是往这边来发射 但是他也没有引爆掉 那你想想看 发射导弹要七八道程序 怎么可能一个士官 不小心一摁就发射了呢 所以说这个里面 熊三飞弹事件 我始终认为啊 是台湾 我们的第五纵队干的事 这个很现实 所以说这一集就用通俗的 简单的这个话语 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进行这个实验的这个重要性 跟这个它作为政治延续的一个点 在于哪里 你怎么如何去理解它 那么我相信这样讲了 大家就明白 所以为什么美国在波兰 要部署反导系统 包括萨德呀 在波罗底海北海那边部署这个宙斯顿反导系统 对吧 在我们东海这边 在日本这边部署宙斯顿反导 包括这个萨德 它的用意就是 在你刚刚发射导弹的时候 我就把你拦截掉 就把你拦截掉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不就是拿我没办法了吗 我就可以核讹诈你了 所以说中国现在就是告诉你 我不怕你的核讹诈 我可以搞定 同时我可以反击你 所以说现在这个博弈局面是非常的紧张的 但是呢 放心好了 美国它不会去放这个核弹的 因为这个就自取灭亡 大家对放核弹的话 世界就毁灭 世界就毁灭了 世界就毁灭了 那人类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呢 我还要跟各位讲 人类也许是一个轮回 当时我们可以 这个以后我再讲 以后我再讲 关于这个远古核战 核大战的这个叙述 这个以后我再说 这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谁收看 我是老明来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知识 谢谢